由刘涛王柯参与录制的大型综艺,亲爱的客栈正在热播,对于募资的准备问题,柯涛夫妇今晚将首次发生矛盾,一言不合老板娘刘涛怒摔工具刀,转身出门一个人默默流泪, 夫妇二人吵架后的故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,也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期待,对此网友纷纷评论,勤长夫妻由潮流闹很正常心疼涛姐,老板也不想老板娘太辛苦,快快和好吧。 刘涛出生在江西南昌,一个普通的家庭,家中姐妹众多,生活过得很清平,很小的时候,许多家务事都是她在做,刚上初中,她就能凭两本买米,一学会骑自行车,就开始给家里换煤气。 1993年,15岁的刘涛独高20,被选入南京军区集团军文工团,在当文医兵的三年里,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,6点集合,除了军事训练就是学习舞台表演,不管是小品,相声,还是舞蹈,音乐剧,她几乎全都要参加,而且一直挑战不同的角色。 。 。